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向这第二个老先生 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要一个投资 是一个投资在我自己 也投资在这个公司里面 第三个人说我的工作是一个噩梦 太辛苦了 那你不用回答我 那我们下面探讨的时候 希望你也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 另外一个卡通 这个是很有名的 我想你们也听过 就说一群的工人都是做瓦工的工作 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三个工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都在上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左边第一个 他就像每一天就放这个砖 放着一个一个砖放进去 只看到眼前这样的工作 就等不及五点就要下班了 就这样子熬过去 他就比较讨厌他的工作好像 第二个呢 就中间这个 他呢就觉得建这个墙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墙壁 他就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图画 第三个这个人太高兴了 他在唱歌 然后做这个 也是一个砖一个砖放进去 可是呢 他认为 他也知道 他所盖的是一个美丽的大城堡 所以这三个人做同样的工作 看法不一样 第一个人就是打工的 等着时间 算多少时间 就赶快下班 第二个为了投资一个事业 就有一个职业要赚大钱的 而且要升高级 这个不是不好 都好的 那第三个就是呼召 他觉得啊 我要建这个很美丽的大城堡 有一个calling 所以我们当中问自己 我们是在一个clock 按时间 还是要建一个career 还是有一个事业的一个发展 还是呢 一个calling 呼召 如果就是clock的人呢 打工的话 他或许会觉得讨厌他的工作 就是有点hate他的工作 第二个人呢 career呢 就是doing work they are paid 觉得有薪水的 就很高兴 可是第三个更好 他是工作呢 就是what they are made 因为他创造 被神所创造 有这样一个特长 他的优势来好好用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总结这三个人的话 第一个就为了pay跟possession 希望有财富啊 然后去打工 按时间就下班 中间这个呢 是为了position power跟pride 为了有好的地位 有好的啊 被人家觉得很认同 跟羡慕他的 第三个 希望都是我们 今天上完课以后的答案 说 我是有一个purpose driven life 有一个标杆人生 有一个很大一个图画 我知道 就像你们做了三个C 不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已 你看到 还有团体 还有你的呼召 然后三个呢 是相互相成的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用这样一个图画来 把一个重要的对比 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探讨 那如果我们问 到底人为什么做工作呢 其实是有好的原因的 很仔细 我们有四个原因 第一 很清楚的 我们都要有生活 对吧 要有谋生的 要赚钱 我需要钱来维持各样的生活的需要 衣食住行 我们都需要 这个是很实际的 的确要照顾我们自己 也照顾我们的家庭 所以这个生活费是需要的 所以赚钱不是个问题 而且钱呢 也不是一个恶的 钱是中性的 问题是你怎么去用你的钱 跟你的动机 所以赚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希望能够独立 对不对 我们从小读书 学业 学会各样的硬实力 软实力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独立 我们 教养我们的孩子 我讲很多的亲子 教养亲子的课的时候 也是跟父母亲说 我们就有18年很宝贵的时间 让孩子在家里面居住的时候 帮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 成熟可以好好地容神 艺人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们工作也是希望能够独立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呢 有好好的贡献 也好好的有节制 控制自己 也有节制自己的 而且能够独立学新东西 以后我们要学到很多 有各样不同的 相 有八相 有情相 智相 密相 各方面的 这样的技能呢 都是帮助我们能够独立 而且呢 也可以跟其他的同事们 有好的关系 有好的朋友 那这个是很好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要有社区 我们希望在这个工作里面 能够有贡献于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无论是做科技 医疗 教育 艺术 各方面的工作呢 都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 像这个 一个是在办公室里面 发邮件的 你觉得说这个工作太简单了 太简单 他也是看到他这个目的 大图画 有一个标杆人生的目的 他是能够帮助办公室 每一位同事 能够节省他们的时间 让他们专心做工作 我呢 就可以帮你 把这个不同的邮件给你们 第四个原因呢 是有成就感 觉得我特别会设计 我就用我的设计的优势 才干 来去好好的设计一些很美丽的一些成 产品 还是画画 这样呢 我的兴趣就好好的发挥 那我们以后的课里面 就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长项 优势是什么 我们的兴趣是什么 怎么帮助我们 好好地设计我们的职业规划 生涯 能够好好用的兴趣 所以这四个原因是很好的原因 而且你看这四个原因 其实呢 又回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马斯洛 需求层次的理论 你有看到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满足我们这五层的需要 对不对 我们要金钱去满足我们的生理的需要 衣食 住行 我们要独立 觉得有安全感 要独立 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全感的需要 而且有归属感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同事当中 我们觉得 有一个群体 能够彼此尊重 彼此帮助 有一个归属感的需要 而且我们希望被尊重的需要 我们在工作里面 彼此互动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要尊重对方 他们也尊重我 有这样一个需要 最后 我们觉得要有成就感 要有自我实现 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是很 神所设计我们 创造我们 有这样的五个需要的话 所以工作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有这样五个需要的满足的 那另外呢 很可惜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 有这三句话 是能够反映到 这个社会一些的矛盾 跟悲哀 听起来好像好笑 其实也是很可悲 我们就去看一下 有些人觉得说 我真的是做我不是很喜欢的工作 或许我们在当中也有些人感觉到 现在这个工作不一定是很喜欢 我也帮助很多在上班的人 他们有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 他们就问我一些的问题 我们就看 到底不喜欢这个工作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 有一种人呢 就说 哎呀 我赚的钱 其实也不是那么需要那么多的钱 那普遍来说 我们觉得说 钱好像越多越好 老实说我们的钱可以 用到一个地步 多了 你看那些很有钱的人 像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大部分的钱 他们都给出去了 根本没有需要那么多钱 你住的地方 就是那么多的空间 你吃的就是那么多的食物 所以其实呢 也不是说需要无限量的钱 第三个 说哎呀 我好像要取悦那些 我不太在乎的人 这样子呢 我们要问自己 到底你是在乎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 human being 就是你的所事 你的品格 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还是你比较在乎 你的human having 没有这样一个字 就是说你的所有 要拥有更多呢 还是你要想 human doing 说哎呀 我有一个很大的作为 所拥有跟所做的 都是可以是好的 重点是我们要更重视 不是刚刚这三个人说的话 而是说哎呀 我要更重视 要成为我的所事 我要更重视 我的品格 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明白我们为工作的原因 是要做为一个 更好的human being 我的所事 而不是human having 或是doing 另外呢 我听到有一个牧师 他就把这个 整理得非常的好 他就说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 诚意就谦卑 看到我的病 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了 而且呢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学习要怎么去顺服神 我们在工作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怎么在工作当中 有各样的挑战 人事物 操练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 来怎么样去成圣 来回应 就是我们的human doing 怎么去回应 而且要认识神 这样呢 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越大 越多的显大 我们自己呢 我的老我呢 就越来越缩小 这样呢 是帮助我们更能够在工作当中 有明白工作的意义 跟工作的使命感 所以其实呢 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的 Your work matters to God 有几本书都是用这个题目 写了这样一个书说 哎呀 神的确很关心我们的工作 还记得吗 工作是神的主义哦 不是我们说 哎呀我们去工作吧 其实是神的idea 我们等一下就会探讨 上次也提过了 就是很快的就提醒我们 有三个工作 神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我们问 到底工作是祝福呢 还是咒诅呢 好像是 神说要亚当去 汉流满面 是不是要咒诅呢 其实是一个祝福 我们等一下去理解 而且呢 工作的意义 怎么在工作里面 乐在工作 joy at work 所以呢 第一个工作者是神 工作是神的主义 上帝在前六天 就完成了一个很奇妙 跟很美妙的 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跟各样的活物 跟我们的人类 而且呢 第七天 他休息 他安息 而且神是工作的神 耶稣也是工作的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耶稣说 我父一直在工作 我也一直在工作 到现在 你知道吗 神三位一体 圣父 圣子 圣灵 继续的在工作 当我们上班的时候 感谢主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 耶稣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圣灵来引导我们 给我们智慧 安慰我们 所以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 神把这个工作 交给亚当 夏娃 安置在伊甸园 要他们修理 看守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 都是神 自己交给我们 每一个人去 做的 你的牧师 你的 主学老师 都没有办法到你的公司里面 去工作 就是你 被呼召在这个工作的稿位当中 你看这个工作的祷告 上帝的工作 他继续在工作 就提醒我们 感谢神 给我们 有希望 有能力 在这个工作里面 有一个领导的角色 有一个影响力 而且在这个职场当中 有一个贡献 而且你看 上面列一些 从圣经里面的人物 都是有各样不同 工作岗位的工作者 对吧 有作者 建造者 社区开发者 家庭主妇 有歌手 牧者 商人 所以我们当中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是神呼召我们 去有这样一个职位 而且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 就是活出这三个大使命 所以神 把这样三个使命 给所有的人类 而且这三个使命 跟我们的工作 是完全息息相关的 第一个就是文化的使命 就是做盐 的影响力 能够在这个文化当中 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加了好的味道 有防复 不要把这个价值观变坏 而且第二个是大诫命 在马太福音22章 耶稣告诉门徒 告诉会众 说我们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着我们的神 而且呢 还要爱人如己 在工作里面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有这个爱 被爱 跟尊重别人 跟被尊重的需要 所以在工作里面 很需要这个大诫命 第三个使命 就是大使命 怎么呢 就是要去 去 在公司里面 去 在社区里面 去 使外民 做我们的门徒 也包括 网民 就是我们每一位了 怎么去奉父子 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所以这三个使命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在这三个使命当中 跟我们的工作 完全是连贯性的 所以我们工作的原因 也是用这三个来解释 另外主耶稣跟保罗 又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对不对 他们也是工作者 而且当他们做公开路面的时候 还是预言 还是做旗帜的时候 90%都是在职场的 不是在会堂里面的 同样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99%的人 99%的会众 不是受信誉教会的 都是做一个工作 无论是在公司里面 还是在家庭里面 还是社区 都是工作者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帮助我们 把信仰融入在职场里面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 生命化 让我们说 我很有职场使命 而且要感谢神 星期一又到了 因为我们 Thank God It's Monday 有神出现 有神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说 事业 不只是为了 升迁 然后工作 也不只是为了 薪水 而是两个词的 第一个字加起来 就是一个事工 太好了 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发现 其实是一个事工 如果你回去 这个 西布莱文的原文 工作的定义 原来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工作 我们都知道了 第二呢 是 Worship 敬拜 第三呢 是Service 服侍 太有意思了 所以工作 在工作当中的时候 也是我们 一方面工作 贡献给公司跟客户 跟社会 同时间 也是一个敬拜的心态 在工作当中 能够敬拜神 用我所做的工作 来荣耀归给神 而且有个特会 叫Work as Worship 每年在德州 我们住在德州的时候 每年都可以参加的 五月份的一个特会 就是Work as Worship 怎么在工作当中 就是一个敬拜 然后工作也是一个服侍 服侍其他人 服侍这个社会 所以很有意思 让我们知道 Work as Ministry 工作呢 就是一个事工 而且我们不单只是做 刚刚那三样的 还用我们的工作呢 去Minister Work to Minister 用这个工作来去服侍 包括 怎么看到社会里面的需要 像哥罗西书三章 23到25节里面说的 我们怎么可以去 关怀贫穷社会的需要 去捐赠给别人 就像我们刚刚说 那么有钱的人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他们大部分的钱财 都是奉献出去的 这个哇 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大体的图画 让我们知道 不是就是 Live to Work 为了工作而去 生活 让我们真的是 在工作里面 享受生命跟生活 所以呢 工作呢 是一个祝福 工作是神的主义 让我们从礼拜天 周末 主日 所听到各样的教导信息 让我们能够活在 礼拜一到礼拜六当中 让我们不要把 周末跟周日 分开 不要把神圣的 跟系数的分开 其实呢 当我们把神 带到工作里面去的时候 工作就不是属事的 工作就是属灵的 有神圣的 所以呢 我们在工作当中 也能够敬拜神 所以礼拜天 所受的祝福呢 也能够活到 礼拜一跟礼拜五当中 就不用去焦虑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明白 工作的意义 是一个祝福 而且呢 我们知道 谁是我们的大老板 神是我们的大老板 在《公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年 讲得很清楚 无论做什么 不是给人做的 而是像给主做的 那我也提到 我们在两千年的时候 美国一个很大的杂志 Fortune Magazine 以整个杂志呢 就讲了这个题目 说神就是我们的大老板 就访问很多当中 很成功的基督徒 问为什么 你的工作老板是神呢 他们真的解释到 因为他们从心里做 为像是给神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呢 我就用了这个长头诗 来给我们总结 工作呢 是一个祝福 因为神把工作给亚当夏娃 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然后当人犯罪以后呢 才是一个 好像工作上一个咒诅 汗流满面这样 可是那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所以是先有了工作 是一个祝福 然后才犯罪 因为犯罪堕落了 以后才感觉到工作 好像很疲累 其实呢 神是我们的大老板 要我们有享受我们的工作 是一个祝福 而且这个《心》 就总结有六样 我在工作三十多年里面学到的 说一定要有谦卑的态度 这样子呢 我工作当中就不要觉得 要做一个卧底特工 不要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基督徒 当我犯错 我可以道歉 可以承认我的错 也可以承认我自己的有限 要请教别人 这个是很被 很被人家吸引到愿意跟你交往的 因为你很谦卑 一呢就是那个EQ要很高 以后我们会讲到很多怎么去建立一个高的倾向 怎么有一个热情愿意 加帮助别人的就是A Available去帮助别人成功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领导力的定义 能够影响别人 帮助他们成为最佳的状态 让我们一起能够达到我们的愿景 所以这个在工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R呢就是reflect 反省我们自己有多好的才华 我们的优势 好好的去应用 T呢就是teachable 愿意有受教的心要学 而且要share 愿意分享给别人 为别人来祷告 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的目的跟意义 最后我们来总结 工作的意义呢有十个定义 那这十个让我们都来多思考 这样子有没有每天工作的时候可以问自己 神是工作之主啊 祂是我的大老板 而且祂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是按照祂的形象 既然神是工作者 我们当然也是工作者了 第二我们都需要工作 因为我们要 刚刚讲了这五层次的需要 可以需要工作 而且呢在工作当中能够与主耶稣基督的互动 有神的同在 祂出现 接入 这样呢我们就会感到特别的满足感 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 第三 工作是有统治大地的作用 对不对 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 神把工作给亚当撒娃的时候 就是那个文化使命 要我们去管理这地管理一切神所创造的 包括我们所有的科技 医药 艺术 教育 各方面 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 而且呢是与神同工的 神是介入的 所以记得不要把耶稣留在家里 留在办公室的外面 把他带进来 记得我们那个空位置 公司里面都有个空位置给耶稣做 这样我们就被提醒说 随时可以向主耶稣祷告 让他帮助我们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的力量 第四 工作是影响 能够响应到我们热爱 这个神 创造于宇宙万物的主宰 跟他所造的一切 各样的科技 这样呢就是我们能够去 热爱 而且回应 我们怎么去好好的照顾 这些被造的各样的东西 来有所贡献 第五呢 工作是有这个社会的责任感 因为我们可以贡献于社会 就像我们现在 那么多的科技 就是因为我们 那么多年来的发展到现在 就有数吗 这样的疫情 还是有各样的新的科技 新的服务出来了 第六 我们努力工作呢 需要有耐心 有毅力 有祷告的心 而且呢 愿意跟别人建立一个伙伴的关系 第七 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有好的言语 在工作里面有好的态度 无论是讲出来的工作 还是沉默的工作 都要 都要有同 一样的精神的纪律 让我们都有一个正面的精神态度 而且呢 工作是意味着有一个救赎的奥秘 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 就像我们都要被救赎 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被蒙救赎 同样的工作 也是有他的罪信 我们可以帮助参与 让工作成为有一个好的贡献 而不是在罪的捆绑当中 而是有一个公益正面的贡献 第九 很有意思这句话 就是说在我们工作当中 也有工作时工作 休息的时候也休息 所以有安息日 而且也记得这个句话很有意思 就是说工作就是我们平时的敬拜 我们刚刚说了 工作的其中一个定义是敬拜 同时间呢 我们在天的崇拜也是礼拜天里面 我们去所谓做的工作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两方面都是工作都是敬拜 最后记得我们工作 不只是为了薪水而已 所以这十个呢 就是让我们总结工作的意义